作为天王背后的女人朱丽倩可谓实属不易,却也功不可没,一年近47岁的朱丽倩,尽管去年为刘德华诞侠宝贝女儿留相会,但一心想拼儿子凑成好的华仔却不甘心,在精心调理下,今年终于再传喜讯,早前更被发现到中环诊所做产检,虽然度中宝贝近四个月,但一向嘴言的华仔怕有闪失,始终都未承认家中有喜。 上月末,身怀六甲的朱丽倩不理华仔反对,坚持亲身飞往北京,陪老公贴身跟长,而刘德华更是安排每日由助手保镖及司机一行人护送老婆到场馆。 据悉,原本朱丽倩是计划跟随老公去多个地方,但一华仔怕老婆辛苦,加上北京有大巫,方便入住以及避人耳目,才会跟来北京,但一向贯彻迷而不宣的朱丽倩,并未跟足全程,可以提早在围场当日下午返港。 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,朱丽倩在不出机场后皮太近血,面带腐肘,只见她不时地拨动秀范,又可以用身上披肩遮住四个月大肚,随后在三名保镖的护送下离开。 不激而心切地华仔,一毛一巡眼,无法分身照顾老婆,我有几招朱丽倩猫妹来港赞助,有小姨子大牢贴身照顾,两人也是接班出行逛金,有妹妹的照料,华仔自然可以安心专注在工作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